在今天这个激烈竞争的房地产市场上 怎么才能够抢到值得投资的好房源呢 今天我来讲一个没有其他人会告诉你的方法 那些误区更有黄永明的电子书成功之书免费赠送 我是北美决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的萨斯州向你问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 帮助你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做对 以便让房地产照顾好你很久很久 订阅我的频道点赞我的视频 以便让更多人看到帮助到更多的人 你知道今天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 一套值得投资的房子挂出来之后 如果你不在一天最长两天之内做出反应的话 这个房子很可能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尤其是那些既适合自住又适合投资的房子 卖家通常短时间之内会收到多个offer 而最终的成交价也是会高于它的要价的 取决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市场 最后的成交价可能比要价高出去少则几万美元 多则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 我了解你的心情 作为投资者像你像我这样的投资者 如果你连续五个八个乃至十个offer都没有被接受的时候 你甚至是会产生怀疑的 现在这个市场还真的适合投资吗 现在这个市场还真的能够买到值得投资的房子吗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接下来我很快会跟你讲一个简单的五步的方法 这个方法没有其他人在讲 没有其他人告诉你 但是你用这个方法能够找着那些没有竞争的方言 甚至你能够以低于卖家的要价拿到房子 而且你还能够好好的验房 不像是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 甚至我房子都不验了 我为了把这个房子给抢下来 这个时候这样做的风险是大的 对不对 如何避免所有这些竞争 如何能够更加从容的把你的投资房买下来 很快我会告诉你一个五步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五步的方法 它也是我自己在用的 我最近刚刚签下的一套房子 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做到的 一会我还会讲到我是怎么做到的 那我在运用这个五步的方法的时候 我做到了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跟我进入 当然也有其他的offer 不是说只有我一个true offer 但是在那个市场上 我所投资的那个市场 是全美国最火的市场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多数的offer都是低于卖家的要价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甚至还会跟卖家还价 你想一想在今天的市场上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很快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把我的方法总结为了简单的五个步骤 以便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做到同样的事情 你只需要根据我所讲的五个步骤 一步一步做下来 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下载一个app 叫做realtor.com 那我知道他家是有网站的 你在iPad上面也是可以下载 但是最好是在手机上下载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做了正确的设置之后 一个房源出现了 或者出现了变动 那么他会自动提醒你的 你是希望在一分钟之内就看到这个房源 这个房源一出现 你马上就看到 你不希望过了一天 甚至过了12个小时 你才看到你希望他出现的时候 五分钟之内 三分钟之内 你立即就看到这个房源 所以第一步 首先在你的手机上下载realtor.com 接下来第二步 设置正确的参数 什么是正确的参数呢 你看一般我们在跟经纪人合作的时候 经纪人问说 你想买什么房子 在什么区域 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 比方说你告诉他说 我想买一个房子 价格是35万美元到40万美元 好了 经纪人就会在MS上面 去设定这样的一个区间 房源的价格在35万到40万以内的 会发给你 那如果说低于35万的 就不会发给你 高于40万的也不会发给你 对不对 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直接 很容易理解 但是为什么我这个地方要强调这一点呢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 这样做实际上会让你错过一些很好的机会 在realtor.com 你自己的app上去设置的时候 你当然会设置你投资的那个区域 它是可以允许你保存你的搜索条件的 你把你的一些搜索条件 比如说这个区域或者是房屋的面积 房屋的价格 房屋的价格 卧室的数量等等 这些都设置好以后 你把这个搜索的标准给保存下来 接下来呢 你打开它的通知 它会当有合适的房源的时候 符合你的条件的房源的时候 自动在手机上面给你发一个通知 这样的话你能够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通知 那你注意在设置的时候 一定要设置的比你自己所要买的那个房源的标准更加宽泛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你要买35万到40万美元的房子 那么你可能把这个价格设置的更宽泛一些 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期房源特别少的情况下 像我自己我关注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区域的房源 那我可能我想要所有的房源我都看 我不会只看我自己真正要买的那个类型的 包括如果你只是设置了single family home 那有一些condo或者是duplex triplex出来之后 它可能不会推给你 你希望把这个区域所有的房源都看了 一会我会讲为什么 那这是第二步 你设置好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基本上你只需要设定一个区域 以及非常宽泛的房屋的类型 面积的类型 卫生间数量的类型 价格的范围都要非常的宽泛 也就是说每一个房源几乎一上市 立即你都会看到 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及时收看房源的提醒 那当然你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房源 在这个当中呢 关键点就来了 你要注意三类房源 第一类最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我最近刚刚签下的一套房子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就是经纪人把信息写错的 这种事呢 可能你觉得会不可思议 会觉得啊 那这种概率太小了吧 经纪人把一个房源的信息写错 但是我告诉你 人都会出错 这是很正常的 这种事情是屡见不显的 比如说我自己就见到过 这还是在一个市场上 我相信美国全国各地 这种事情就更多了 这是我在一个市场上看到的 有人写房源的时候 他有四个卧室 两百个卫生间 可能吗 明显是手抖打错了 是不是 多打了两个零 两百个卫生间 还有人在招租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住宅 租金两万五千美元 那是多打了一个零 对不对 又手抖了 或者也有价格写错的 甚至把照片放错的 他放的就不是这个房子的照片 那你想 这个时候 对于一般的买家来讲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就是 他会 不通知到这些买家 因为当 一般的买家 自助的买家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者 他不运用我今天 教给你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 他只是依赖于经纪人 设置的自动给他发的 那些房源的信息 那就会把这些写错的房源 排除到 他能够看到的房源之外 比方说 他是找四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的房子 但是这个时候经纪人 打错了 打成200个卫生间了 那你说这个房源 系统会自动发给他吗 系统不会自动发给他 所以他就看不到 所以很多的买家 就会错过这个房源 这也就降低了你的竞争 甚至于说 照片放错的情况下 有一些买家看了以后 挺好 兴冲冲的去看房 到了现场一看 这房子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跟照片不符 所以他就不会出offer 立即就失去了兴趣 那我自己做的土地的生意 我们投资美国的空地 空地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经纪人把用途写错 比方说 他说这个地限制于 用作建筑 什么什么类型的建筑 那么但是实际上 可能没有这种限制 这个时候你就捡到宝了 所以呢 经纪人写错信息 是很常见的 像我最近刚刚买到这套房子呢 就是经纪人一开始 把价格写高了 高了三万五千美元 那这个时候 这个房子可能就超出了 很多人搜索的范围 所以呢 很多人就没有看到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挂了 一个星期 无人问津 你想一想在今天的市场上 在市场上挂 一个星期无人问津 简直是太稀有了 那后来经纪人又把这个价格 给修正过来 这个时候你知道 这个房子收到了两个offer 两个offer都是低于它的要价的 这个时候我就面临的竞争是很小的 我只需要出一个卖家的要价 不用高于要价 我就能够超过其他的人 我就能够成为第一位 这是真实会发生的 那接下来我们说 你还要关注两类房源 一个是降价房源 在今天的市场上 一些标价比较高的房子 已经开始纷纷的降价了 我已经看到这样的趋势 而且降价的是越来越多的 那原本标价太高的房源 这个时候卖家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 我卖不出去了 他要着急了 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谈 是更好谈的 还有第三种情况 叫做back on market 就是这个房子原本已经有其他人签约 但是因为种种情况 又撤出这个合同又取消的情况 这个房源重新回到市场上 那为什么会取消呢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较常见的原因 要么是买家的贷款 没有获得批准 所以他没法交易了 他只好撤出 或者是有一些自住的买家 他一开始看这个房子很心动 而且很激动 就签下来了 签下来之后 他做验房 验房报告出来 一看 这个房子竟然有这么多的毛病 因为他是自住 他不是以投资的思维 去看这个房子的 所以他就不想要了 所以他就退缩了 取消了合同 那这个时候 对于你 对于我这样的投资者来讲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我前面呢 早一些时候买到一套房子 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前面先是有自住的买家签下来 后来验房出来以后 查了一堆的小毛病 然后他就不想要了 他撤出 撤出以后 我又跟卖家去签了合同 甚至我是还价几千美元买的 因为这个时候卖家不想再折腾了 就想卖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能够还价 跟他签这个房子 那对于我来讲 这些小毛病不是问题 我只要修一修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以一个合适的价格拿到 然后我能够给他增加价值 这个时候我能够获得一个 instant equity 我可以获得一个立即的净值 立即我就能够得到回报 所以这是第三步 就是你对这些房源的提醒 进行筛选 注意刚才我所说的三类房源 第一经纪人把信息写错的 第二是降价房源 第三是back market的房源 那接下来第四步 就是排除掉那些不合适的房源 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经纪人写错的 或者是在市场上已经挂了一段时间 都没有卖出去的房子都是值得投资的房子 都是你的机会 你需要把一些有严重硬伤的给排除掉 像刚才我说的我自己的经历当中 那个房子它有一些小毛病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硬伤 比方说有地基的问题 那你是希望把它给排除掉的 还有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房源降价之后都是合适的 那些降价之后仍然很高的价格 仍然是高于你投资的标准的价格的 那么你是需要把它给排除掉的 可能还有一些房子 它在市场上挂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成交 是因为它要求全款 它不要求这个买家贷款 它要求必须全款 那它可能也会在市场上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还没有成交 所以你把这些真正有问题的 或者是真正不符合你的投资标准的方圆 给排除掉之后 你会找找你的机会的 接下来第五步很简单 就是去出offer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这个时候你没有竞争 你可以非常从容的跟卖家谈 甚至你有可能跟他还价的 记得加入我的完整课程 聪明的美国出租房投资 如果你正在购买你的第一套 第二套或者第三套出租房的话 那么这套课程是为你而设计的 从A到Z从头到尾 教你如何成功的投资你的出租房 你不希望错过这么好的信息 你不希望自己去摸索 去走弯路 去交学费 你希望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 这是我们的课程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 我把这个课程的链接 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加入 如果以上的信息帮助到你了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 黄有明也是神奇博主 我就知道我帮助到你了 我们会随机的从留言当中 选出来幸运的观众 我们会送给你现金 或者是离品卡 或者是书籍课程 像我们离品卡最近到了一大堆啊 我都要逐步的送给我们的网友的 所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你可能会成为幸运的观众 接下来不要错过我的下一条视频 在下一条视频当中 我会更多的来跟你讲解 在美国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自己持久的财富 我的这些信息对你来讲 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在下一条视频当中见